还原李明哲专题中央社记者尹俊杰张淑林北京上海29日电李明哲遭判刑中国大陆维权律师莫绍平指出陆方认定有组织是关键但剥夺政治权利有点笑话至于能否提前释放两岸关系好坏有影响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者李明哲遭中国大陆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案11月28日 一审宣判李明哲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耻夺公权两年曾代理政治犯良心犯等众多敏感案件的莫绍平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说李明哲案有两点值得关注中国大陆检方指控此案令名被告彭宇华制定梅花公司运作计划书确定建立政党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终极目标 莫绍平过去代理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都有政党组织或纲领 但李明哲主要在网络QQ群交流意味陆方关注面从实体组织延伸到网络空间 其次李明哲是首名遭陆方意颠覆国家政权定罪判刑的台湾人 莫绍平说他很少听说有境外人士涉嫌此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他表示尽管李明哲很多行为在台湾发生但中国大陆刑法规定在境外对中国大陆犯罪 陆方也有管辖权可追究责任 此外院方认定李明哲为积极参加者判刑五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 你也不能说他没有法律依据 大陆维权律师隋木卿认为台港澳民众评论大陆政治不足为奇 之所以挑中李明哲应该和李明哲经常与大陆境内人士见面互动 以及他曾经担任民进党党工的身份有关关于起诉书对李明哲最新的指控 像是组成议论史证的网络围观群组决定成立以建立政党和推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目标的梅花公司 李明哲与异议人士通讯时曾提及从不觉得要排斥暴力革命 在大陆维权律师滕彪及隋木卿眼里都认为并不违法 滕彪说大陆的维权律师也常组成网络群组讨论时事 就算要以李明哲散布的言论定罪也应该是罪行较轻的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此外检方也无法证明一家没有成立的梅花公司究竟做了什么 如果中国人不自由台湾早晚会被奴役 隋木卿说中国的事和台湾关系很大 我相信李明哲也看到中国对台湾的重要 他是爱中国也爱台湾的人 对这样一个人我们都该为他发声 1061229更多专题新闻看这里